好 吃飽耶 來 我們看溫師傅他怎麼做 好 這個金莎蝦球 第一個開背的動作 要從尾巴到前脈 尾巴 是不是很順的勾過來 從頭 對 對 那有常理我們就剃掉 沒常理就不用 師傅 好順喔 對 是開背的這個 剛好刀子下刀的這個點 剛好是把它攤開來 是 讓它攤平 所以它你等一下炸的時候 它就會開 對 會變成一個蝦球 對 對 對 就是一個球 一個球狀 那在吃的時候 它的口感也會比較好吃 是 對 甜分也比較足 它比較沾到多一點的金莎 對 本來是一個小蝦 當你炸完之後 變成一個大蝦 視覺跟口感都變好 對 都變好了 所以剛剛你們可能開背 沒有比較開得那麼好 所以就剝起來 對 部分好 要加一點鹽 給它煮汁收縮 吃起來才會脆 剛剛對啦 稍去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一點就出事了 而且我們媽媽都用手的 對 她剛剛差一點 一定大瓢好 還好你沒有吃我 咖啡當奶精的夾 這樣子拌勻之後 把蝦子 蝦子要很均勻 跟我們的野方拌勻 要產生這樣的一個黏性出來 好 拌勻 拌勻之後呢 我們要加大白粉 大白粉的量可以多一點 所以你們要炸 對 因為我們表面 對 我剛剛也太熟了 不是 因為這個要沾上去 表面才會呈現一個酥脆的口感 YES 好像衣服在外面的感覺 對 好 這樣子我們把它靜置 一段時間好 我剛剛不拆一半啦 對 它這麼性感還滿好的啊 那你如果欠性感最高原則 炒一下好 然後這個油溫 我們就給它加熱 這同一時間好 接著呢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現在來處理鹹蛋 鹹蛋 鹹蛋我們稍微看一下蛋黃 就在這邊 對 那我們拿著刀 就對著蛋黃中間切下 那我們這個量它一顆半 蛋黃在中間 對 對 它有一個黑色的飲食 對 對 就蛋黃的位置 蛋黃的位置 所謂的金砂就是 只要取蛋黃的部分 那蛋黃呢 我們用這個手法呢 把它取下來蛋殼 就不會整個 待會吃到裡面都是蛋殼了 然後金砂的部分呢 要切 對 比較好去壓 對 要切磨 其實有的人是切 而且有的人真的就是這樣 有的油溫在裡面 把它壓一壓顆好了 對 可以 都可以 這個都是同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在很熱的時候 對 我們剛剛有用到兩顆嗎 滿滿兩顆的 對 因為它這麼興趣 兩顆就會太鹹了 所以你剛剛 對 對 因為如果你太鹹的話 唯一就是加水 要不然就加糖 好了 之後我們下鍋的油溫 要高一點 180度 對 剛才阿達就做得很好 它的油溫非常漂亮 對 而且你下蝦子 下的那種 對 很有過氣這樣子 對 真的嗎 好 我們把它丟下來 稍微炸一下 水分都跑出來了 對啊 感覺好好笑 這樣Q 對啊 而且蝦子一炸很快就好了 對啊 馬上就Q起來了 好 碰起來了 對 那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做 撈起來之後做二次油炸 對 二次油炸 要讓它產生酥脆的口感 對 阿達知道嗎 二次油炸 在炸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會二次油炸 這樣的一個情況 第一次炸沒有要炸熟嘛 對 是炸大概一半 第二次炸再把它炸熟 所以要二次油炸 那你乾的媽媽 怎麼會炸熟 對 為什麼... 其實我們一般在炸油的 這樣油炸的一個方式 二次回炸就是讓食物更酥 那你在吃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有嚼勁 對 真的會有不一樣的差別 把蝦仁撈起來 然後等油溫再上升 上升差不多200度左右 你記得二次油炸的時候 油溫要更高 對 更高 然後下鍋的時間要很短 大概五秒鐘左右 下去就趕快上來了 對 那你這樣子外皮也不會含油 然後吃下去 它水分更釋放了 對 然後甜分會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鎖住了 有沒有 顏色馬上不一樣 有沒有 變得比較亮 我們鍋中 剛才倒下來有一些魚油 這魚油差不多一小時 是 倒配一顆半的鹹蛋黃 剛剛好 油不夠我們再慢慢加 對 這個油如果加太多 大概吃起來就全部都油 那我們現在要慢慢炒 因為蛋黃裡面的軟凝脂 跟油脂結合在一起 就會產生乳化現象 就會產生起泡泡 那少量的油脂慢慢炒 透過時間拉長之後 它會呈現這個 外面油脂很少 但是一樣有金砂的口感 是 炒這個金砂的時候 就有一個秘訣 就是油要少 金砂要炒到起泡 它才會香 可是重點難的一點就是 它就是要有油 它才會發起來 可是一定要少 對... 有的就錯誤 就油一直加 它炒起來它就不香 好香喔 現在就聞到香氣了 有... 它真的會發起來 慢慢發... 會...要倒這樣子 很快耶 很快 它這個好漂亮 會有那種蟹黃的感覺 它就好像類似雲朵一樣 你知道嗎 對 如果不是雲朵的話 有的是整個...整塌的那個 就... 找得很漂亮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蝦仁放下來 擺下來之後呢 我們加做一個動作 是 因為這個裡面比較鹹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糖 糖 少許的糖 少許就好了 對 然後少許的胡椒粉 聞一下味道 我們剛剛有加 有加 然後我們把它拌一下 對 透過這個動作 我們等一下拌炒心 是 你們剛才的過程非常好 所以就少了一個糖 然後還有油多了一點點 對 還有糖泥加了一點 等一下 加了很多點 而且這樣真的好像有 沒乃滋在上面的感覺 對... 精精亮亮的 你現在拿到的都是燈香氣 是 好香喔 對... 盤子裡面就不會有油 對啊 對... 對啊 我們的很暗淡 好像找個地洞喔 來 我們的金沙蝦球完成了 我們要過的是金沙蝦球 我看了以後我真的狂笑 因為只有兩道 對 兩個食材 對 兩個食材 就是一個鞋帶 金沙蝦 對 金沙就是鞋帶 蝦 對啊 那很簡單嘛 是不是 越簡單的東西越難做啊 沒錯... 那三個人呢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 一個人有三分鐘 一個人有三分鐘 最後一個人有四分鐘 所以是接力賽 很公平... 很公平對不對 是 很好 那三位已經選好自己 一、二、三棒了嗎 要不要討論一下 第一棒是誰 要不要看一下十... 要喔 要... 我們給十秒鐘 十... 九 第一棒是...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 來... 那我知道了喔 誰是三分鐘 第一棒是要幹嘛 我 第一棒是要幹嘛 開背 然後加鹽跟那個... 就備料 那個...菜白粉 是 我來 我來 那二是什麼 二是你啊 二是什麼東西 你自己已經安排好了 我們放輕鬆 我們放輕鬆 來 第一棒是誰 第一棒是我 好 那也是第一棒 你要不要 對 看的是我... 他已經把第三棒背好囉 對... 我們不能選第三 因為他已經把第三棒背好 對...他一直在意 好... OK 那你們可以加油了 來... 一、二、三 加油... 動起來... 計時開始 開背 你不要剖成兩半耶 你要開背... 好 你這個算... 我開了... 你可以在拍什麼戲要上檔嗎 像露你的... 對 你幫我講 像露你的那個... 像露你的那個書店 對... 他在戲裡演小三 會很難演嗎 會不會有就是突破內心的感覺 有 就是我拍了這半年 都很煎好 很煎好 然後每天都... 為什麼煎好 搶別人的男人感覺是什麼感覺 不太好受 所以在戲裡面有做菜給你的男人吃嗎 沒有 那還好 對 你可以跟編劇說一下 我覺得還不錯 在戲裡都在...都是要搶吻他 搶吻他 對 搶吻他 現在是不是都開完啦 你不要開好他 太多了吧 我只動嘴啊 對啊 沒關係啦 太多多自由的了 他什麼 三分鐘耶 魚溫 魚溫拌炒蛋黃鴨片 然後鈴油拌... 開我...開我鈴油拌炒 我們給他三、五分鐘的時間 他不可以幫我拿鹽 你有沒有炒到的嗎 來... 太白粉是不是 太白粉是不是 有一個開油... 太油...加油 對... 快... 你要什麼 開油... 開油... 怎麼那麼多吃蝦啊 來... 放進去... 我們節目裡面 比較不會做菜的喔 都好好吃喔 真的喔 然後... 太多... 不用嗎 很多嗎 沒關係 妳加... 太白粉... 太多了吧 太白粉... 我剛剛只能用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剛剛這樣夠嗎 還是會太鹹 師傅 妳快... 加點水可以嗎 要加點水嗎 水...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加太白粉... 不要水... 加太白粉... 加進去就可以了對不對 是嗎 憑你們的感覺 隨便 太白粉是不是應該要加水 你們憑感覺去做 我們都不會吃 沒有...那是勾芡 不要勾芡 妳就讓它表面有一層薄薄的就好 好... 繼續... 感覺出手大方啊 感覺... 感覺... 感覺對了就對了 我覺得不夠... 我覺得不夠 因為沙球感覺到後面 再一點... 這麼嚴格 都會搞到會接力 好... 均勻... 均勻... 整個都黏了 有了... 8... 有太白... 6... 5... 3... 2... 1... 換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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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它變成一整塊喔 你要把它分開 對 你試看看 可以嗎 阿拔有做過菜 有... 這麼多的外景節目應該看人家 我們只要把東西弄熟 就放肚子裡吃了 是不是 很多東西不熟也要吃的 對啊 外景節目常常在看人家做菜啊 或者是什麼 好 去吃什麼美食 都已經會看了 所以你們的金沙就躺在那邊嗎 金沙 金沙是我 金沙是我 對... 不能把它搗 腳亂掉 它會亂掉... 妳背好了沒 東京有再背一次 這是什麼啊 我要用餘溫 然後把那個蛋壓扁 然後壓扁以後拌炒 然後淋油開火 淋油開火 什麼 你又把火到那個蛋變黃 好 金黃色... 你是不是要用那個撈撈啊 好了...金黃色... 快點撈 差不多了吧 他等一下還要拌炒不是嗎 快點撈 你撈起來 你們在當我賣誰吃雞的對不對 看起來像是不是 太甜了 好了... 好壞喔 太熟了啦 九層塔忘記你 要不要挑挑粉 要加辣 要加辣 阿達 你可以放在那邊上面 然後把油再淋下去 那你的時間還沒到對不對 對 那你幫我剝殼 好... 我把油... 油要倒掉 油要倒掉 你也可以把它喝掉 沒關係 不是的 對啊 對啊 這樣就對了...沒錯 你等到方志友在做好不好 余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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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啊 我可以加入它嗎 可以... 那我呢 因為你都...你不用了 對... 你可以到旁邊來 剩30秒換手喔 加一點... 有... 其實你們這道菜根本不用10分鐘耶 大家分工合作一下 大概六... 六、七分鐘就可以完成嘛 兄弟... 你這樣笑是因為蛋白不用對不對 你不知道喔 你等一下會用蛋白嗎 我家裡會示範 我跟你講 好... 我這麼會做菜就當廚師了嘛 對不對 沒有心... 你們... 九... 八... 七... 六... 五... 這裡還有蛋黃... 三... 二... 一... 來 請換手 好... 我要把它壓扁 是 然後... 壓扁然後呢 然後煮得稠稠的 對...固固的 然後... 零什麼 你們的火呢 等一下 我要用餘溫把它壓扁 然後... 用餘溫把它壓扁以後 再加那個 然後淋油 開火拌炒 耶 做完是不是 我專心想就覺得好吃 是有演戲比較難 還是做菜比較難 我覺得... 做菜比較難 而且背台詞的話 劇本比較好背還是... 劇本比較好背 食譜比較難背 可是你背得一字不肉耶 真的嗎 有那麼厲害 但我剛才有在對耶 真的超厲害的 對... 我要開火 可以再背一次嗎 要加點油吧是不是 要加油... 油... 他快緊張死了 好 我覺得看起來很漂亮 金沙的感覺 好 會開瓦斯 有 一定會做菜 其實就是會做菜 你要不要不要那麼高 不要那麼多吧 不要那麼多嗎 反正這個是好油 有 有泡泡 好香喔 很漂亮 可是他要化掉了吧 我覺得我要加了耶 夠... 我覺得他要化掉 好... 而且加那麼多 可以啦... 半炒完美 看起來我們是不是化作好了 化作好了 均勻... 鏟下去... 起來 這樣就好了嗎 然後那個...炒飯 甩鍋 算了...不要甩 半炒... 半炒... 不要... 半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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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我真的... 半炒... 對... 擺盤... 對... 演員都是那麼的強 很強喔 對... 完成... 而且你是左撇子耶 對啊 你不要用倒... 不用調味 這樣還要調味嗎 不用調味嗎 不用鹹蛋已經有味道 沒有調味嗎 而且我們有加鹽巴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番茄醬放旁邊 沒有調味嗎 沒有調味嗎 要不要調味啊 怎麼辦 講了三次不理我 我可以...我可以自吃嗎 你這樣調什麼味啊 要不要加一點胡椒 好 我試試看看要不要調味 滿香的啊 那很痛 很燙... 怎麼樣 要調味嗎 沒有感覺 沒有什麼味道 我覺得滿好吃耶 沒有... 沒有... 好啊 不要吃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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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 一點點胡椒... 好 這是五香粉耶 我覺得太鹹了 太鹹了 那不要加了 好... 那不要了 白胡椒啦 對... 好... 對...來... 來一點 要不要一點糖 糖... 那胡椒真的要不要啊 糖要這裡面的時候加 不是啊 那胡椒到底都不要啊 加... 好 太多了 好 這很漂亮 姑姑也十秒 好... 好香喔 好 準備好了 好 來... 跟觀眾說這什麼菜名啊 金莎蝦球 完成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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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哩哩哩哩的阿達 網絡眼跟光智友 看某個順利過關 是同一道菜嗎 同一道菜 差不多啦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道 做得算是真的不錯耶 不是 這個才叫 金莎蝦球 這個應該叫金莎蝦球吧 對啊 師傅你怎麼做成這樣 對啊 大家先問一下 問一下 沒關係 我們先來試看 說不定喔 拍看...好吃耶 是不是 我們先試吃一下 就是來賓的 好不好 好 美秀姐是這一道 沒有吧 來賓的是左邊的 我記得 你記得 不是暗微的啊 對不對 來...吃量看 師傅吃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吃嗎 可以... 我們一起吃是不是 我們這個盤子上面有 少量的糖可以沾著吃喔 還蠻好吃的啊 還蠻好吃的啊 其實說實在 其實不會太鹹 味道...是OK的喔 可是我們有腸子 只是加腸你而已 有 你不講我們都忘了 對 我覺得OK耶 以後我會去腸好不好 好 我們把你的味道先鎖住 然後再來吃看看 溫師傅為我們做的 來 來 我不誇張耶 溫師傅的到現在 它還有那個金球 那個...金紗的那個有沒有 紗紗的那個 那個...那個東西在 而且它的形狀真的有差 我們只是... 你可以再也OK啦 美秀姐 你不要這麼這樣子 你看嗎 好好吃喔 本節目啊 很過氣 過關的來賓喔 我們會贈送你們一把料理刀 它是非常非常棒的料理 鋼刀 鋼刀喔 它是七十三... 有七十三層的厚度這樣子做的 百煉成鋼 對 大馬式鋼刀 這麼晃的... 大馬式鋼刀 對啊 可以要嗎 可是... 它一隻的價錢真的不便宜 有沒有 過關的人就會有 可是剛剛吃你們的以後 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耶 我還沒吃過師傅的 我來... 還熱 你給我過關我刀給你 其實說真的也很難評 因為鹹蛋這種東西喔 它怎麼煮...怎麼料理都會好吃 可是重點是 如果你沒有把那個鹹蛋的 那個蛋黃香炒出來的話 吃起來真的口感差別很大 我吃到這邊的 我真的只吃到油 這邊的我真的吃到了蛋香 好 整盤喔 對啊 怎麼樣子 來 音樂上我們亮牌喔 好不好 好 一、二、三 請亮牌 來 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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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真的就是你知道 師傅就是因為他們嘴巴 他們嘴巴真的不要挑 是 他們嘴巴真的不要挑 而且我真的剛剛已經吃到的是 你們的油 是 油的味道 我覺得說你要吃到的是我們的心 有 我有看到你們的態度非常好 對 過關... 真的... 那師傅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先來聽聽看 溫師傅怎麼講這道菜 對 這個要注意幾點 第一個 這是鹹蛋的部分 有一點這個蛋白太多 有一點過鹹 然後蝦子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然後這個粉 如果再加厚一點 會更吃醇 好 那 陸師傅 講一下 其實來賓來做這一道金沙蝦 其實是考驗他們的功力 師傅 其實是記得我們三次聽到 糖都不理你的超辣 不是...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鹽巴它本身有一點點辣 還有你加上的那個蛋黃非常鮮 如果你加上一點點的糖 可以綜合它的口味 搞不好你這一道菜就非常好吃 可是可惜的就是 你看他一直... 然後重點啊 因為我們... 我們這一個金沙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油脂不能太多 少許的油可以讓蛋黃更香 所以你們失敗的地方 就是油脂加太多 可是蝦子唯一的可惜就是 有吃到沙腸 對... 只要媽媽們學會叫... 記得喔 它因為... 因為有鹽巴下去 蝦子裡面它會有... 比較鹹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糖 對 在烹煮的時候 記得就好了 是... 沒關係嘛 下次再來... 再來完不就可以把我們今天 知道一下了嗎 我們是希望你們下次再來 對 是不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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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你